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代表市长 从主办单位手中接下这份农药 根据最新的22线市有感施政大调查 在首长施政满意度方面 金融市花莲及屏东三线市并列获得金奖 成为非六都第一 也打破基隆历年来的民调记录 在市议会进行施政总报告的金融市长 刘昌特别与市民分享喜悦 也觉得很荣幸 那这个我们得到非六都的一个第一名 我想这是对我们金融市 不单单是我个人 其实对我们金融市还有所有市民的一个肯定 那我想我们也藉由这样的一个认同跟肯定 我们让金融的能见度 还有这个金融被肯定的这个程度 我想我们让全国的民众能够看到 所以我想今天很高兴 这个也把这一分喜悦来分享给所有市民 根据这项调查结果 金融市民对林又昌市政满意度超过八成 林又昌分析主要原因可能与他近期发起 台湾切西瓜与323铁妈会等挑战活动 增加金融全国曝光度 加上推动国门广场计划创意拆除天桥等市政成果 林又昌除了感谢市民的肯定也强调好还要更好 今年10月将登场的2021城市博览会就是让国人看见蜕变的基隆 如何成为全国城市治理典范的最好机会 当然我们好还要更好 我们基隆还有很多要改善的 还有值得进步努力的一个空间 那特别是今年10月2号到11号 我们要举办城市博览会 这是我们整个城市进步发展的一个大验手 那更重要的不只是基隆 我们还希望能够为台湾未来城市的发展指出一个方向 然后有许多大家未来应该共同努力关心的一些课题 也会在这次城博会里面来做琢磨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期待拭目以待 然后我相信基隆在今年年底 可以让大家看到更不一样的一个基隆 刘昌强调对于民调结果只要高兴一天就好 市府团队会全力加速完成各项市政建设工作 让基隆市民可以更大声骄傲的说 我是基隆人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